在上海那个时候非常困难 学费连吃饭的米都是问题 到了台湾以后也是一样 土地也没有人际关系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也是很艰苦 所以到那个时候 到美国来念书都想来 不是说真正想求学 而是想找一条深路 到了1960年的时候 变成美国的Permin-Razzo 我这个人就好动不好尽 我就说这个做桥梁这东西 搞来搞去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challenge 我说我看到波音的招人 我说我要去造飞机 我就来了 我就是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年纪不算太小吗 但是胆子很大 我说只要给我三年 我不会比任何人差 来了先是搞这个structural 然后都aerodynamics 又到structural dynamics 就慢慢转横了 就这么下去呢 就搞了30多年 在波音34年 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心去做的话 结果我算是这一行的 在波音来讲是number one 那您看就是华人在美国 要有一个领导 能有荣誉牺牲自己 为大家来做事情 那大家能 是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目前最大的目标就说 改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 一 二 就像我们的杂志 我就一直标扬 尽量推进中美两个人民的了解 这个最大两桩事情 因为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小我的问题 另外这个大我的问题 世界就可以很和平繁荣的发展 这个不相抵触的 而且可以互相能够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所以用这个中华文化 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目前来讲因为美国还是强势的国家 所以要让他能够多了解一下 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呢 在预约成立中 办一个平台 在中国 来台湾跟美国做这个文化的交流 所谓文化交流 包括不光是艺术 艺术当然其中之一 这样让美国人能够了解一点 中国的文化的理念是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 有时候我们 我想我们很多中国 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理念 到底是什么 明镜会和美国